Google广告最能抓到客户的两种使用方法 有位学生上了Google广告他就会问我 Google广告里面有两种比较出名的广告的种类 一种就是Smart Campaign 就叫智能广告了 一种叫做Search Campaign就是搜索广告 知道他就会问我什么时候用Smart Campaign 什么时候用Search Campaign 其实两个广告都会出现在Google的Search Result下面 Google一Search他就会出来的 所以什么分别就是如果你问我的话 如果你对Google广告不是太熟悉 刚刚是新手的小白的 我会建议你先用这个Google的Smart Campaign 就是那个智能广告 因为那个操作简单 Target的范围也是比较容易控制 所以你可以开始去使用那个广告 如果Search Campaign就是Smart Campaign的进阶版 就比较难度比较高一点点 但是它的Target的精准度 找那个Keyword的那个精准度 就会比Smart Campaign来的好 所以会比较精准 而且它又有那个 Word Match Face Match 跟Exit Match 所以这些都会 效果的话都会 Search Campaign 比Smart Campaign来的好了 OK 不过也是老话一句 重提就是如果你没有什么经验 你可以先是Smart Campaign 过后才是Search Campaign的 OK 如果对Google广告有兴趣的你 可以联系我们以下的链接 询问一下我们Google 或者YouTube的课程 我们下次见 OK 拜拜 by bwd6 by bwd6